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翻面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丰盛老师 好了 感谢真伟各位 谈股市今天的盘市跟昨天礼拜一几乎一模一样 都是开高走低 各位对不对 所以整个的一个盘面我认为就是蛮棒的 因为该走强的还是走强 该弱势的还是弱势 对不对 还有就是有一些假装走强的 现阶段也都打下来了 那当然了 也许特别人问说 老师可是这个礼拜六不是要选举了 这大家不是一直期待选举行情 那12月底不算是选举行情吗 1月13号选举 那一个月前不算选举行情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讲说 是这个礼拜才要选举行情 各位我想选举行情 不管它后面因为剩下三天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不管它后面指数 有没有大涨 或者是维持目前的一个横盘 的一个整理 你要做什么样的操作 有的人讲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去赌相关的 这比方来说是看哪个颜色会营 比方来说如果绿色会营 应该去压重电 然后压所谓绿能 压军工 对不对 如果蓝色会营的话 应该压饭店 压一些所谓的航工 各位如果你要这样压的话 你永远没办法成一个真正的投资达人 为什么 因为你要去买好的股票才是关键 而不是一天到晚想要去赌一把 各位你知道吗 赌徒不会有赢的一天 各位知道 所以好好加油吧 看好的节目 收看议员先帮的节目就对了 来 衷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近期多吃一些水果 可以帮助你抵抗感冒 是不是 近期真的 连坐在电梯里 都很多人在咳嗽 我都很害怕 对不对 原先不戴口罩 都赶快拿口罩跟手帕起来遮一下 真的 大家平安 那投资的话一定平安 有蔡老师在那边当你的守护者 对不对 投资就是认知的变现 懂什么讲什么 对不对 不要一天到晚走那种技术面的一个解盘 都是在做一些落后 或者是马后炮的一个解盘 那个不会有收视率 各位你看看 这昨天 我一直跟你强调昨天台湾1月8号 然后美国股市是上礼拜五的一个收盘 NVIDIA涨2.29 近期新高490 对不对 我是不是跟你讲 CES就要看它表现了 那CES就是礼拜二的晚上 台湾时间晚上 所以影响礼拜三的盘 所以台湾股市最难熬的就今天 结果今天跌37点很棒了 涨100点有可能给你灌杀变跌200点 所以才跌37点很好了 各位来 超伟昨天也再三的跟你强调 这两档个股 AI的一个GPU 各位对不对 全部他们说了算 一个占9成一个占1成 所以CES来了 我是不是昨天跟你强调 AI族群会大爆发 包括辉达 英特尔跟超伟 然后对应的 包括AIPC 包括AI伺服器 包括显示卡 全部通通有讲 昨天还再三的跟你点名 技嘉 包括音业达 甚至于说广达 各位有没有 还有华琴 是不是 通通有份 所以你不要以一天的一个什么 今天什么 创高之后拉回来 各位 很正常 创高不能够拉回来 各位你创高你要不要卖 你随时都可以卖 各位是不是 今天早上你没看错 回答 飙了 涨6.43%来到522 你再看一下这张图 之前的历史高点505而已 是不是 过一个晚上 蔡老师解盘不到 12小时你马上验证 522 而且几乎收最高还没完 这样的一个走法代表把所有的空头踩在脚下 尤其昨天美国股市又有人在讲回答的坏话 比方来说说它那个特规板大陆的那个晶片没有人要买 说一大陆五四三五四三二一的结果回答创历史新高522 长错了吗 他是AI教父 他是AI的领头羊 AMD也跟着涨 涨了5.48 虽然还没有创历史新高 但是近期新高也强 是不是 那结论呢 结论就是这个 你看看 我昨天跟你讲你看今天的报纸 蔡老师一定都跟你讲时事相关 所以你一定看得懂 不管你懂不懂股票 有的人喜欢看热闹 觉得蔡老师讲坛很高很风趣 对不对 但是你也要精进你的专业 你看这个今天工商时报讲的CES展 回答NVIDIA尬什么车用 回答跨路宾市的一个自驾车的一个领域 AMD端一战式的一个晶片跟软体解决方案 对不对 车用的布局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 这个是讲他好话 昨天其实美国股市是在讲回答的坏话 所以回答股价创新高 直接把整个空头修理的 溃不成军 这是昨天的美国股市的实情 近期以来我就已经跟各位讲 很多档个股当然开高走低 但是我有蔡老师跟你点名的四星KY 如果四星KY涨不动 如果四星KY是假的 那全世界的AI就都是假的 包括回答也一样 这是12月29号 去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四星KY打到最低 3210 对不对 但是很多个股那一天都是往上走强 所以股票自己有它的股性 各位对不对 四星KY的股性就是这样 对不对 2023年12月29号最后一个交易日 打到3210 好来 那上礼拜四天是台湾股市连跌四天 对不对 昨天台股小涨55点 那你看四星KY到昨天还在创新高 你上礼拜再怎么震荡 它还不是很盘间 持续走扬 昨天的高点来到3475块 是不是 今天的四星KY来到3600 3600 对不对 各位一张360万现股买 各位来到近期新高 回答历史新高 四星KY台湾的股王来到多少3600 你不觉得这个东西是强强联手吗 是吧 是正相关 对不对 四星KY 明天1月10号了 大家都要公布了 对不对 12月份的营收 四星KY能不能够超过29.12亿 我已经跟你说过希望很高 但是也要公布出来 我们不能够说 他还没公布出来 一天到晚在想象 对不对 又不是元宇宙 对不对 一天到晚在想 对不对 元宇宙元宇宙 结果获利要等到2025年 你应该知道我在说哪一档 你自己会看到 2025年才会实现获利 我记起来好像 赚不到两块钱 2025年 你等着看报纸报 来 3231的一个伪创 来各位 1月5号上礼拜五 对不对 上礼拜五台股连跌四天 伪创它也跌不下去 除了1月2号重挫之外 对不对 那回答的一个 路板的一个晶变H20 对不对 市场都说 不好不好 订单不好 人家又说未消失 对不对 伪创第二季要生产 结果伪创昨天 拉到954 今天的伪创来到976 那今天的伪创 各位 我们导播打出来 3231的伪创 今天伪创 我如果没记错 又跌四毛 各位对不对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说 其实这个局要怎么过 就是要怎么做多方的一个运作 因为现在辉打已经上来 我跟你讲的都已经落实了 市新如果上去 比方来说过3690 来到3850 来到4000 那就是这三建客要等着运作 那三建客其中这个伪创 很多人不仅在卖 而且有人在放空 特殊的人在放空 这一清二楚 看他的股价就知道了 这都特定的一个大户在放空 所以如果这个伪创公司派 要修理这一批大户的话 就是直接拉到120块 这个局就定了 各位 所以我刚刚跟你讲说 不管你喜欢哪一个政党 蔡老师是没有政党 我也希望选嫌已能 虽然都做不到 各位对不对 大家都好像 每逢选举大家都想要 把人性的一个丑陋都显露出来 对不对 我不知道 大家高兴就好 但是你做股票 不要陷入这样的迷思 你要去挑好的股票 AI就对了 所以凌驾所有的一个选举的一个什么 一个赌注之外 你就去找AI的个股就对了 唯有AI才能够带领台湾股市 2024年平步青云 所以重点就是在伪创 为什么因为伪创大家都买得起 一张不到10万块 各位你知道吗 所以好好的修理伪创的空头就对了 这个盘又裂起了 各位1万8就上去了 包括我跟你讲的一个技嘉2376的一个技嘉 今天也拉上去 也等着营收 理论上营收好 照到底股价不可能落 各位是不是 但是近期我刚刚跟你讲 市场上突然出现一票 几百亿资金都在放空 都在找这些利多的一个个股麻烦 当然政策也没有认真护盘 我们认真说 所以说我也不晓得政策 是不是八大公股讲说万一选钱 选举行情不好的话 他们可能又没有工作了 因为又会换人了 各位是不是 你知我知 对不对 所以不管了 所以各位你来看看 这些营收好的个股你要留意 技嘉今天已经上来了 各位累累 还有包括什么广达也一样 三个月的一个底部 你说他能够整理去哪里 今天不是也是 大盘跌了一个37点 他还是怎样 逆势的一个收红 各位对不对 所以我刚刚跟你讲关键在哪里 关键就是我一直跟你讲的情城 情城 今天早上经济日报又讲了 去年营收创新高之外 你看这边 12月份叫单月同步攻顶 就是创历史新高 情城 他12月份的营收18.11亿 月增0.9年增66% 所以你看我印的时候 情城还没有锁住涨停板 但是他就是指标 AI很多个股在摆脱惯性 包括昨天奇虹也是受到惯性打压 跌了22块 今天马上谈了14块 情城今天尾盘收涨停 所以慢慢的把这些放空者的一个惯性 把它一一的打破 所以最后决战就是3231的伪创 很明显的各位 所以你来看一下 业绩好的一个AI要带动 台湾股市才有希望 否则就是玩假的 我相信我这样的逻辑 你应该都能够接受 12月份的一个业绩好的 目前创新高的有奇虹有情城 台光电是双针 台药它是年针 对不对 至于伪创的话 其实今天收黑也合情合理 因为它是双减 金元电也是双减 金像电也是双减 未来会好 尤其像金像电 它都已经来到25年来的高点 如果你跟着我们卖 你应该高兴的钥匙 因为它今天又跌破200块 又来准备让你 又再准备逢低承接一票 股票不是这样做吗 当然这样做 低买高卖 对不对 所以只要整个的一个什么 架构你抓到的话 其实你可以来回做好几趟 但是重点在 你知道什么是买点吗 你知道什么是卖点 大部分的人不知道 所以你来看看 包括像237的大同 都已经跟你讲了 这上礼拜五 是不是 重点 我不敢讲政策要大拉台 但是起码重点的营收 你一定看得到大同 昨天拉上去 今天的大同 最高拉到453 创波段新高 你要不要卖随便你 好不好 反正蔡老师都有指令 好不好 你贪心本来有时候 有可能投机成功 那有可能复苏 这个失败的代价 本来每个人的一个选择造就 未来的人生方向就不一样 所以希望你都能够做到对的选择 不晓得做什么选择的 蔡老师来帮你做选择 好不好 1514的亚历也一样 各位是不是 大同亚历有没有 亚历是不是 那亚历盘中825 刚刚尾盘公布它的营收 12月份营收续创历史新高 你可以看这个晚上的财经台的一个什么 一个速报 快报 明天报纸就会写了 1514的亚历 今天825近期新高 12月份营收也营收新高 各位是不是 亚历 对不对 还有什么 华城 对不对 华城上礼拜五 有没有 是不是 昨天346 今天标到不晓得360还是358 不重要 反正就是续创近期新高就对了 他还没公布营收 就这一天半的时间要公布 各位是不是 所以蔡老师一直跟你说过 这所有的东西 其实就是绕回来 这是选好股 好选股 股选好 这是你要做的事情 选好股 这也是长头师 这不算师 所以说蔡老师这个节目 各位2024年持续的保护各位 好不好 还没加入赖生活圈的 欢迎你的加入 秉丰大中华 合法的投信投顾业者 希望大家能够为明日 礼拜三的获利提早做准备 不知道怎么做准备的 蔡老师来帮你忙 好不好 所以战胜恐惧的秘诀 就是枪在手 一定要牢牢的跟着蔡丰盛老师走 我们把节目时间先交还给 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继续请教蔡老师 欢迎回到颜辛邦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的 感谢曾伟 来 各位 衷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这是上礼拜四天的交易日 礼拜二跌77点 礼拜三跌294点 礼拜四小跌9点 礼拜五一样小跌30点 总而言之 这个东西就类似于我讲的周一效应 礼拜一或者第一个当周的一个交易日 往往就决定一个礼拜的一个行情 那昨天的一个盘势也是这样 开高走低 对不对 但是还好的是涨53点 所以即使这个礼拜的行情 不会烂到哪里 各位你知不知道吗 就是这样 虽然说没办法走强 选前都是这样 对不对 但是还是有利可图 懂了没 所以你看 虽然昨天公到17688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外资马上转为买超 这如我预期的 投信连卖6天 自营商不要理他了 他连卖28天 借券也是减少了6万张 所以大户也是 不要说做短线 他整个的一个大环境 他还是慢慢的 也是在养空 他空单也是在回补 各位是不是 是吧 那我刚刚讲说政策不积极 我实在也搞不清楚 11月12月 包括现在已经1月中了 你看八大行库 缩户盘也没认真户 昨天小买2亿 昨天开高走低 他还小买2亿 对不对 买超市日当然也是买超 但是不好看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个的一个盘面 基本上像今天 美国股市是开低走高 开高走高 开平高走高 对不对 多棒 除了波音跌了8%之外 那个也真的是听起来让人家不寒而栗 飞行到一半 整个餐门会自己飞出去 现在停飞之后还说还好有停飞 因为很多架螺丝都松了 我越听越恐怖 各位对不对 你去看近期的国际新闻 所以这个法国空中巴士大涨 美国的波音 这象征美国的地权主义大跌 当然也希望大家平安就好 那关键是这个十年美债殖利率 也开始在回跌 对不对 那鹰派的一个理事 现在越来越多了 也是将近六成 要僵硬 所以整个的一个台湾股市 今天开高走低尾盘 跌37点 合情合理 那关键是台积电雄本场 要完工了 2月24号 所以台积电今天稍微有所表现 那包括他的一个 回答跟所谓的一个什么 AMD之外 苹果也反弹 特斯拉也反弹 对不对 所以台积电我认为 应该整个大动作 应该慢慢出现 就等明天好不好 明天的一个营收 不要太差就好 那关键是后面还有利多 艾斯摩尔要来秘密的 访问台积电供应链 这个可能就是关键 各位点火的关键 所以包括樊宣 今天也是波段新高 那樊宣12月份的营收也公布了 这月增12% 年增13% 也算是近期最棒的一个家机 对不对 工上了一个多少 56亿 各位是不是 是吧 还有我之前跟你讲的万论 6187的万论 最高150收盘 收149 也是近期波段新高 收盘价 万论 当初跟你讲的时候 138.5 各位 所以说在目前来说的话 台积电COAS 先进封装供应链 就万论 这些个股 我认为也都是台湾股市 多方的可用之兵 所以台股多空无常事 产业选股见真章 好不好 大家好好的抓到好的股票 才是关键 蔡老师可以帮助你这个忙 还没加入赖生活圈的 搜寻品崩大中华 随便搜寻一下 网路上的消息一大票 就选择蔡老师的公司就对了 蔡老师的节目持续的保护着你 好不好 所以明天的股票到底要买什么 还有明天的股票到底要卖什么 你一定要有一本战略 再加上盘中的战术应用 你就可以无往不利了 所以战胜恐惧的秘诀只有一个 就是枪在手 一定要牢牢的跟着蔡丰盛老师走 一通电话彻底解决 你操作台股的疑难杂症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的所推荐分析的 个别价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仅供参考 都尽容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胜利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